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韓國女子團體GID裡面的成員 有中國籍的宋雨琪近期上了中國的節目 其中當節目組問到 有什麼想對中國粉絲說的 中國籍的宋雨琪馬上回答 這是怎麼要去台灣跟香港 自然說出這些關鍵字 中國的字幕組翻譯 就會自動變成中國台灣與中國香港 這是常態嘛 中國的政治正確對吧 但是這個舉動讓大批的韓國網友生氣了 沒聽錯是韓國人生氣了 不是台灣人生氣了 並且喊話要宋雨琪滾回中國 還上了微博的熱搜 韓國人都比台灣人還要愛台灣 還要心疼台灣人在這個中國的處境 真是暖心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中韓網友的留言 先帶大家看一下韓國網友的留言吧 中國粉又在偷了 他在韓國工作既然說他的發言和韓國人無關 哈哈 他們好愛我們 那就把他帶回去吧 帶回中國的意思 那麼你滾回你的老家吧 你們的宋雨琪為了當K-POP歌手 在韓國唱著韓語歌曲啊 哈哈哈 他在酸一些小粉紅在反韓嘛 對吧 拜託把他帶回去 他也會像寧寧那樣 專輯團購變多了 超級討厭 把他帶回去 反正回去發展的中IDOL 其實在韓國都不是知名的IDOL啊 K-POP沾上中IDOL都會變髒亂了 嗚嗚 拜託把他帶走吧 那麼你就別在韓國活動了吧 至始至終 沒有一位中IDOL在韓國火過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網友的回覆 還是那句話 宋雨琪說錯了嗎 台灣就是中國的 謝謝 請問葉書華什麼立場呢 問號 讓葉書華出來說明一下吧 這樣我們以後才會尊重你 別嗚嗚喳喳的 宋雨琪給你臉啦 保護宋雨琪保護你 中國人說 中國台灣不是一件 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嗎 韓國人在破防什麼呀 即便是宋雨琪他說的是台灣 是你們印加中國兩個字的 是你們在破防耶 沒文化就不要在網路上 嗶嗶嗶嗶 台灣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破什麼放 輪得到你們在這嗶嗶嗎 全世界都擬了之外 太陽系都擬了 太陽系都擬了之外 銀河系都擬了 銀河系都擬了之外 仙女星系啊 人馬座啊 什麼什麼鬼的啊 M16星團 都是你的啊 有什麼好真的 大家都中國國旗 吃明擺個瓜啊 所以那個葉書華 你倒是表態啊 他們破防的點就是隊伍裡 還有一個台灣隊友 而宋雨琪的發言 直接把台灣列為中國 這可是件好事吧 OK 看完這個暖心的留言啦 首先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前提 因為我看到有些台灣人說 他不是故意的啦 宋雨琪不是故意的啦 中國籍的宋雨琪 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一直挖坑 要可以舒滑跳的 身為中國籍的韓國藝人 從小在中國教育裡長大的他 會不知道 講這個會有很大的政治問題嗎 你們中國人對政治問題不敏感嗎 不要跟我說你們完全不敏感喔 而且我們從他的回答 就可以聽出一些問題點 節目組問 你有什麼想對中國粉絲說的嗎 我要到台灣跟香港 這兩個不就是所謂的 中共眼裡的一中框架 雖然我們也有在野黨是這樣講的啦 那他這個就是試圖在挖坑 而且他也稍微避免掉了 中國的政治正確 我講香港我講台灣 因為字幕組會主動幫我 加上中國香港跟中國台灣 所以真的不要用那種正常善良的人 民主國家交流的人那樣的心態去看 喔他無心之過 沒有沒有這回事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看不懂 每次都看不懂他們的點 而這不是他第一次試圖逼迫舒華表態了 有一次宋雨淇用英文問舒華 Where are you from 你說這是不是故意的 你們是團員耶 需要問嗎 我問我員工 我問我朋友 你哪裡人 你來自哪裡的 這不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嗎 問給節目看 為什麼 這個時候舒華他能怎麼說 他回答台灣 那完蛋 魯華 微博熱搜 直接實錘 他說他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台灣人 那說中國台灣人 欸完蛋舔共 以後回台灣 可能這個有點丟臉 所以舒華回了 Next to meet you 我真的覺得非常可悲 韓國藝人 可以愛韓國 可以舉著韓國國旗 中國藝人可以愛中國 舉著中共的國旗 美國藝人可以愛美國 舉著美國的國旗 英國的藝人 可以舉英國的國旗說愛國 唯獨台灣的藝人 不能愛台灣 也不能揮舞 現在代表我們的國旗 在國慶日上 也不敢發文表態 這些你覺得這是一個 正常國家應該要有的行為嗎 你要說的話 你只能在微博上說 我是中國台灣人 我是祖國的台灣 你只能講這種話 即便你在韓國了 你還要被這樣的 中國團員逼迫表態 你一旦說自己來自台灣 前面沒有加個中國 甚至你喊出了中華民國 是一個國家 抱歉 人家就會扣你 你在製造對立 你在挑撥 你在挑釁 你是政治腦 腦袋子裡都只有政治 美國藝人愛美國 喔你這個美國藝人 Lady剛剛你他媽政治腦 你會這樣講嗎 你不會啊 那為什麼台灣人 要愛自己國家的時候 會被說呢 我們已經在一個 不公平的前提之下了 那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悲歌 從國民黨來台之後 註定我們一定會走到這一步 未來要怎麼選路線 要怎麼走 總之要跟共產黨 越來越遠 好險蔡英文沒有持續 走馬英九的路線了 不然2019年到2023年 繼續走馬的路線 你覺得這三年四年 台灣會多慘 正常國家從特色管理出來 正常的經濟反應是什麼 通膨失業率降低 這是很正常的表現 唯獨中國通縮失業率飆高 台灣的通膨其實對比 放眼全世界非常低啦 上個禮拜我才從美國回來 嚇死人啊 他們的通膨 可樂一瓶九十多塊 更不要說其他的那種消費 嚇死人了 台灣如果當時跟中國站在一起 不好意思 我們就通縮失業率高 你以為通縮很好 房價跌了 車價也跌了 物價好像也沒有跌 但是房價車價跌 我買得起了 不好意思啊 你失業率高 你失業率高訂單少 訂單少什麼都少 你的薪水也少 總之一些台灣人啊 不要再善良到無腦了 說什麼 他從小受中共的交易 所以會不知覺的說出這些 吃豆腐的話 他沒有意識 這個宋宇琦 他雖然受了中共的教育 但他是見過世面的 他在海外討了這麼多地方 而且他的經濟公司 一定會跟他說 不要直接說什麼 中國啊 台灣啊 什麼祖國之類的話 一定都有交代 所以他技巧性的規避掉 要把這個坑反挖給蘇華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蘇華 在極力規避這個話題 在惡劣的環境之下 不表態或是跳過這個問題去回答 其實他的立場已經很明顯了 在中國現在的風氣之下 不表態都不行 他會逼你表態 這也是中國的一個死循環 一下好一下壞 一下好一下壞 比如說文革他就會逼你 這個打土豪分田地 你憑什麼有那麼多地 那麼多反 我要打倒你 把你挖出來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循環嘛 現在又要進入這個新的循環 拜聖上的相關法規 什麼愛國法 間諜法 還有這個與黨的意志相同 所以你會看到 還有人堅持說什麼 要走模糊空間 何必呢 你完全可以省略掉 這個走模糊空間的時間 浪費時間 因為他遲早會度過這個 他沒有要跟你往這裡走 因為前世看來 中國只會越來越逼你表態 不管是民間企業政府 中共的魔爪已經越深入個人了 所以上上個月 聖上的班底蔡奇 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他說什麼 愛聖上愛黨愛中國 我要入腦入心入魂 你覺得這句話在開玩笑是嗎 所以台灣的政黨 台灣的人 你覺得這是開玩笑是吧 當每個人都入腦入心入魂 或是14億人裡面有10億都 入腦入心入魂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能做到反共不反中嗎 一定會不小心傷及無辜 但這個是中共造成的過不在我們 再來說到 我們可愛的蕭敬騰喝這個黃河水長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阿美族人 上中國綜藝節目的時候 這個節目組要求蕭敬騰示範一下 跳阿美族的排舞 中國對我們台灣原住民定義 也是亂七八糟你們知道嗎 這也是他們大一統造成的亂七八糟的線上 你們去發現一下中共定義的阿美族是什麼 首先他們把台灣十六族原住民定義為高山族 也就是這十六族全部都叫做高山族 那這高山族也是中華民族裡面的高山族 那高山族裡面又分成十六個 也就等於說 你是一個中華民族裡面的高山族 高山族裡面的阿美族 所以你是三個民族的人 你看看這什麼荒謬的大一統邏輯 正確來說你是中華民族的高山族的阿美族 你要不要聽聽你自己在講什麼 你是中華民族裡面的漢族 你是中華民族裡面的藏族 總之啊 蕭敬騰示範阿美族排舞 結果跳錯大錯特錯 你手交叉這樣跳是要摔死人 這樣要怎麼跳 正常雙手打開這樣交叉 只有頭尾的人 要把手朝向人群內側 我別族的 我是泰魯閣族的 我都知道阿美族的舞怎麼跳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 少喝一點黃河水啦 事後蕭敬騰在IG回覆說 看到大家在討論我才知道 我跳錯啦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上次跳這十年前的事情 給媽媽丟臉了 抱歉 我以後上節目會很小心 所以你也知道 你們在節目上安排的一切都是喬好 那你在這個中共黨媒上啊 官媒上啊 說出要回祖國看看啊 大家都中國人啊 喝喝黃河水啊 黃河水滋養了我們啊 那這個是不是節目組安排了 你知道還是要去上呢 那你這個會道歉 你那個怎麼 不道歉一下啊 你把整個阿美族 整個台灣人都認為是黃河水滋養的 我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統治下的人 你怎麼不出來講笑話 因為你要賺錢 你在成都還有事業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午見了 拜